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詠 两个人 例如一对夫妇 用不同的拥有权类别 去拥有银行账户 在同一个银行里面 可以获得100万的保障 举个例 两个人分别用自己的名 开设账户 每一个账户就有25万的保险 另外 两个人再开设一个共同的账户 这个账户是属于另外一个拥有权类别 而且是有50万的保险 两个人另外再设立账户 但是以指定受益人 paid on death 或者in trust for 的方式 每一个账户都另外有25万的保障 这样加起来 这两个人已经有150万的保障 如果再加上每一个人自己设立个人退休账户 每一个账户另外有25万保障 总共加起来就有200万的保障 假如这一对夫妇有三个小孩 夫妇两个人设立一个共同账户 本来是有50万的保障 但是假如账户是指定三个小孩做受益人 beneficiary 这个账户的保险金额就是50万的三倍 即是享有150万的保障 当然这对夫妇各自开设的账户 每一个账户又另外有25万的保障 他们彼此作为账户的受益人 又有25万的保障 所以其实这个联邦保险 懂得怎样用 是可以有相当高的保障 我是林修荣 下次就在理财分半钟见面